大家好,欢迎收看缠导项目管理系列教程 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缠导项目管理软件 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机械编程,介绍了Scrum 那么,这两者和缠导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Scrum呢,它是偏重宏观管理 它明确地界定了什么样的角色,在什么阶段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机械编程呢,它偏重于工程实践 那么,指导我们的研发团队怎么样去写代码 采用什么实践可以保证我们的代码质量是有保证的 可以按期地进行交付,可以快速地去交付 那么,两者可以互相结合 是一个很完美的组合吧 这也是说世界范围之内实施免疫开发最多的一种方式 就是Scrum加机械编程 那么,缠导在里面的定位是什么呢? 它定位是一个过程的工具支撑 那么,使用缠导可以帮助大家把这个敏捷过程 有序的管理跟踪起来 那么,当时我们做长达项目管理人员的背景是什么呢? 这还要从我06年到09年的工作经历说起 这三年呢,我在阿里 当时的角色呢,是做后台引擎的自动化测试 因为测试的原因呢,测试角色的原因呢 我参与了很多的项目 那么,当然也发现了很多问题 我们后面再讲 当时我们是使用Scrum来做项目管理 工具层面呢 SharePoint加BugFree加XP Planner 其中SharePoint作为需求管理工具和流程管理工具 那么就是产品经理呢 他们的很多的需求的文档 需求那么都是录入到这个SharePoint上面 XP Planner呢 是作为项目和任务的跟踪管理工具 而BugFree呢 它是作为一个缺陷跟踪管理软件 那么这三者组合起来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三个系统 那么首先说你的用户要打通 对吧 我的需求要关联到BugFree里面 关联到XP Planner 这个XP Planner里面 那么信息呢 是靠手工在各个系统里面进行关联 重复劳动 那么流程呢 是靠自觉来执行 当时我们的过程给人家部门设置了很多的简单点 非常繁琐 那么我们采用了Scrum呢 只是形式的Scrum 感受不到持续改进的快乐 那么当然这里面 问题主要出现在成品层面 他今天做了一个A 明天呢 他不是说持续的去改进这个A 他转个点去做了一个B 我们当时就是花了很多力气 就做了大量这种事情 从工具层面来讲 那么这三个工具组合呢 它相当存在很多问题了 信息你要手工考来考去 信息流通起来也不方便 比如说 我的任务完成了 那么SharePont里面的需求 那么状态是没办法去体现的 当时我也尝试了市面上各种各样的项目管理软件 那么很多商业软件 它更多的偏重宏观的计划和控制 换讲它是给公司的中高层用的 做项目立项计划用的 它不是给项目研发团队 做过程的跟踪管理用的 那么很多开源的项目管理软件 比如像Redmine Track 还有像PAP Project 等等有很多这种 开源的项目管理软件 它们实际上只有简单的事物的概念 也就是Acial的概念 那么就是它里面的一个个条目 都是一个个的事物 那么事物可能会分了不同的类型 有的是feature 有的是task 有的是bug 等等 流程方面的功能是偏弱的 那么当时还有很多一些在线的项目管理 这里面有比较早的这个basecamp 后来最近这几年 也有很多一些超的一些 山寨国外的一些在线项目管理 那么我觉得它们 比较适合于事物性的项目管理 小团队小项目 里面可能就只有简单的任务 用看板拖拖拖拖拖拖拖 然后去做也还好 但是呢 我觉得它并不适合做研发项目管理 为什么这么讲 研发项目管理 它其实有它自己特殊的地方 它里面涉及到很多的角色来进行配合 它不是说简简单单的 就是只有只有一个任务 大家去走走就完事了 所以当时我就有了 有了就做一款项目管理软件 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想法 那么在带来这想法 我从07年的时候开始着手去准备 当时就是买一些书看呀 研究市面上一些软件 查了一些资料 那么09年呢 我们发布了0.01版本 那么到今天呢 我们已经发布了8.0版本 已经发布了有几十个版本 也被国内有大量的团队所采用 这里面也包括了很多一线的互联网企业 那么缠导项目管理人员定位 它就是研发项目管理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这个项目管理呢 有分很多领域 比如说工程的项目管理 那么缠导定位呢 就是研发项目管理 那么其他的很多一些项目管理 比如说日常的一些事物性的管理 那个用缠导不合适 我们缠导定位也不是那个 那么它囊括了产品项目测试 计划发布文档等功能 方向就是说作为一个软件研发项目管理 所必备的功能 产道基本上都已经内置了 完整地覆盖了整个软件研发的过程 它可以辅助团队实施免疫研发 那么定位呢是严谨的项目管理 那么也有很多人说啊 你这个产道好麻烦呀 其实呢 这个问题要这么看 一个工具和你管理的对象要有一个匹配度 大家也说 项目管理复杂不复杂 当然有的同学说啊 项目管理其实很简单 那么也有很多同学说我们项目管理其实有一定的复杂度 这个东西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那么我们的观念认为软件研发项目管理 它绝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它是一个很严谨的很系统的过程 需要我们有正确的方法 正确的工具 正确的流程 才能够达到我们的结果 它绝对不是说你用一个什么 比如说山寨的什么踹漏的一个看法系统 你拖拖拖拖 然后就可以完成了 拖拖呢 它定位是开源人间 用户呢可以通过私有部署的方式来进行二次开发 那么我们的公司如果想要对这个项目管理做一些自己的改进 比如说做些统一报表 做一些自定义的东西 那OK你可以自己去吸引修改 缠道呢它使用Scrime作为一个宏观的管理框架 同时呢也要补充完善的像测试管理啊 计划管理等功能 那么缠道呢作为一个工具 开发呢采用适当的极限编程的一些实践 那么这三者组合起来 是一个非常好的软件研发管理的方式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通过不同的侧面 来给大家讲解 缠到项目管理软件的这样一个流程 谢谢大家